咱们今天继续来看这个2018年的100万港币买入的短牌赛 现在是决赛桌,桌子上有7名牌手 曹瑞在枪口加二位,用勾六同色 浪了进来啊,他尻进来我觉得还是,还不算太浪是吧 靠进去看看,直接短牌啊,他直接起瑞斯进来了 库文这筹码量尻起来也还行啊,这么多的筹码,靠进去看一看 曹瑞这个牌打牌挺松的啊 这牌就是可尻,你要弃牌也稍微能理解你知道吧 反正一般都会尻的啊,这牌 哦,谭轩真还要推了,谭轩是一个很好推的机会 曹瑞打牌很松,库文尻的有点犹豫 谭轩的筹码量现在推很不错啊 我觉得推比较好啊 但是咱们多少有点上帝式,啊是推了 我以为他有尻呢,我刚刚要把话往回拉了你知道吗 我说这是有点上帝式调 我要把话往回拉了 曹瑞会弃牌啊,这个有点坑库文了 但我觉得库文还是会弃牌啊 库文这个牌,接起奥利来 有点尴尬啊,就唯一领先A10 要跟100万啊,这还是比较多的啊 我是觉得会弃牌啊,但尻尬也很正常 以库文的筹码量 是吧,910万也没有啥压力 像谭轩这个人,打牌比较松啊 但我这这手牌偏向于气牌啊 这手牌更多的偏向于,就稍微偏向于气牌 这手牌 因为A勾置领先于A10 A10,以他们这牌子的松,就是松紧程度啊 一般不太A10奥利呢 而且现在盲住还是比较低的啊 但这手牌确实是很犹豫啊 咱们只是说为偏向于一点,偏向于气牌啊 这领先于A10啊 这是一家打一家尻,起24万的瑞斯啊 这24万的瑞斯还挺多的 确实这种情况,曹瑞,不是曹瑞去了 谭轩由于是,看底池死前比较多了 用更宽的范围去抢毛 去抢这个底池啊,有可能这种情况 其实刚才库文就是在算呢 在哪个位置 谁起的瑞斯,把谁尻了 这个时候 曹瑞起的瑞斯,然后他尻了 这时候弹轩奥利 我赌会气牌啊,确实是气掉了 我这手牌确实是有点纠结的 其实这手牌如果是余总奥利了 这牌就不用太纠结,你知道吧 就气牌会更好一点 但这里边如果是谭轩曹瑞奥利了 你就会更犹豫一点 这个手牌要不要气啊 如果包括摘坦奥利都气 会比较容易的气啊 这也跟牌手的风格有关系 这手牌,谭轩也笑了啊 因为这手牌,谭轩真的是收获颇风啊 前面有两个瑞斯是吧 50个安提其实也不算少 就是他们这个比赛进程应该会比较快是吧 所以他导致盲助长得不是很高 看着好像很少似的啊 但有很多比赛有时候你50个安提就是 就是筹马领先者了 你知道吧,在很多比赛 他这个是盲助长得慢 50个安提就是你打的得稍微急一点了 就像他们这种筹马量 是吧,再长毛你就有点捉襟见肘了 哦,这把摘坦来到了 哎哎哎,直接推了吧 我觉得直接推比较好 也没有必要磨叽啊 他的筹马量 哦,也不是啊 也不一定啊,起瑞斯比较好 而且起瑞斯比较好 起个瑞斯比较好 尻,哦,尻吗 尻我觉得 反正他枪口位起瑞斯 可能他觉得牌力太强了 你知道我枪口位一下起个瑞斯 或者他凹链啊 显得牌力太强 也确实是这样啊 他这手牌还真的不太好说啊 确实在短牌里边人在牵口位 他这个 不过我还是觉得起瑞斯可能更好一点 这个牌啊 对,哎呦 这种牌谁要是起瑞斯 对,有可能推回去的 谭轩筹马多了不会浪了吧 刚筹马多一点浪一下 谭轩起个,谭轩我觉得他要起瑞斯啊 啊,想起瑞斯 因为他起瑞斯虽然牵口位尻了进来 但前后位的筹马量比较短 他的契牌的概率也会更多 他真的要起瑞 他拿了一个粉色的筹马 粉色的筹马少就应该 好,但就谭轩少,别人有那么多 这就越少的筹马代表他的筹马 就越大啊 那这把让齋层埋伏到了 哎呀 这手牌这时候倒是可以推可以慢打啊 其实上帝视角 这A还是推比较好 因为他靠进来 库文也会靠进来 库文这个Q黑同色啊 也还挺厉害的 你知道吧 还是推比较好 但上帝视角啊 库文气掉是吧 谭轩也会气掉啊 这还不会接的 他浪了一下啊 谭轩打牌就是这样啊 有点松 其实谭轩这个筹马量还是 稍微偏稳一点更好啊 还是不太多啊 还是稳重一点好 石秀这样的牌 肯定尻不了这种 尻太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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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这奥链 谭轩需要跟的特别少啊 谭轩这手牌只要跟80万吧 大概差不多 但是谭轩本身他的筹马量不多 他只有 不显示了 反正他翻牌前 有190万的筹马 石秀这样的牌 奥林太容易被别人主导了 算成赔率吧 假设按80万算 应该是80多万是吧 按80万算 按240万算吧 这个底织他靠你去240万 240万 380万 他需要差不多这手牌啊 其实他需要 谭轩可能大概需要 33%什么30多的胜率啊 就大概这些胜率 他这个牌 就是觉得他筹马量还是不够啊 还有这个牌容易被主导 在一个比赛决赛桌 这个牌还是尻不了啊 他们在说什么呢 好像稍微的有点在争执什么 反正谭轩这个筹马 确实能稍微浪一下的 都是能 确实能稍微浪一下的 反正谭轩这个筹马 都是能 确实能稍微浪一下的 反正谭轩这个筹马 还挺稳的 他又在枪口位 其实这个牌 还是没有必要啊 谭轩可能跟我想 刚开始想的有点类似啊 就谭轩的筹马比较少 你起瑞斯 他其实能跟的概率 也会比较低啊 因为每一个跟一个瑞斯 对他的筹马压力都特别大 但是反过来是 把他在枪口位 他这么短的筹马感尻进来 肯定是拿到了不错的牌 才尻进来啊 就反向想也有风险 反手回来看10Q这种牌啊 有点不是特别有必要 就结合着考虑是吧 长忙了 现在变成两万五五万了 艾维的八九同色 非常好的结构牌 这K7玩不了啊 太差了 现在谭轩又得紧起来了 是吧 也长忙了 余总这牌 倒是余总也是 都是想玩也能玩玩啊 那这牌勾六 不太适合玩啊 尤其他的筹马量只有95万 这时候勾六 是这样的牌 是十分不适合玩的 他选择高了 他说回前面的话 八分不适合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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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他还选择瑞斯 他这个 这我就 我觉得他高还能理解啊 毕竟都下两万五的安提 想玩玩COA 还行啊 瑞斯我就觉得有点过分了吧 Jetton这牌 其实Jetton这牌应该他想瑞斯和奥林的 反正他这牌怎么着都行 短筹马 就是现在短筹马起个瑞斯你知道吧 如果90奥林 其实短筹马的气牌率也没有那么高 所以Jetton有些犹豫啊 那Jetton会不会推喽 哦 气掉了气掉了气掉了 其实这手牌他尻也不太好 我以为这筹马量还是比较快一个 选择了COA 这手牌Dougat可能是一直没有牌啊 他觉得这个时候也到了一个机会了 起个瑞斯 哦 那这手牌是勾六的啊 这手牌 他这个牌有点过分的嘛 你知道吧 要别人一起 哦 他还选择慢打了 他这个牌面没有选择 他这牌应该打了 他这个牌不打就有点过分了 哦 那这是什么意思了吧 那这是什么意思 这看不懂了 这六这人 我觉得他这手牌打得非常的鱼啊 非常的鱼啊 他也不偷鸡啊 这个牌面很适合他 和他AQ 这个牌和他的范围非常匹配啊 AQK都和他非常匹配 艾维这牌都不想要了 最后没有买上偷一枪啊 也是直接拿下这个底池啊 玩四张方片 艾维肯定也不会靠的 这手牌 艾维看见这个翻牌面 他这手牌就不想要了 你知道吧 但是我觉得他这手牌真的打得有点鱼啊 他这个翻牌就可以偷的 玩短抽嘛 他这牌就是 他就是个艾维实在没牌 看见这个翻牌面 他不想要了 你知道吧 这里边艾维稍微一下住 那勾六就是弃牌 我们要看结果是他赢了 但是艾维要是有不同的想法 或者有张方片 就不是这样了是吧 这个人的上手牌 我真的整体上 感觉打得有点鱼啊 他其实翻牌前 拿这种牌起瑞斯 也挺冒风险的 他这个筹码量 别人要奥林他 他也接不了 翻牌 翻牌 转牌都不打 艾维一下住 他又得弃牌 找吧就是这样 他的筹码量 也不值得缠打 什么牌也没有 也不值得尽啊 最后被迫 偷一枪 艾维那手牌 是实在不想要了 艾维觉得对方 和对方的范围太接近啊 但是结果又是他赢了 我会这么说 会不会你们觉得奇奇怪怪的 他这个上手牌整体上打得不理智啊 他要起瑞斯翻牌那个面来偷 或者转牌来偷 其实都是能接受的 他转牌也过牌 合牌 那么打 合牌被迫偷一枪 看艾维过两枪偷一枪 太被动了 曹瑞又来了 拿A9起瑞斯 A9在短牌里边不算好牌的 结果他位置优势啊 都会弃牌啊 齐腾这筹码量不支持这么玩 直接夹住再夹不到40万 曹瑞直接用A9抢下这个底石啊 曹瑞打牌还是偏向于比较随意的啊 其实曹瑞这么打 风险性也挺大的 但是曹瑞拿一张A的隔断章这么做 其实也是冒不着险的 但曹瑞其实他 他搭到2018年的时候 打牌就是更随意一些啊 但这手牌比那手牌要好理解多了 他有位置有张A的隔断章 也在你前面的人的牌力都不强 我直接起一个大的瑞斯去抢这个盲柱 然后我也抢这个桌子的主动性啊 这你就要说也没有什么大的毛病啊 就是他比较浪是吧 这个东西他风险性也大一点 但是他认准了对方牌都不大是吧 就敢做这种动作 其实曹瑞真的是敢打敢拼啊 他判断什么样 他就敢做什么样的行为啊 这也是其实我爱看曹瑞打牌的原因 其中一个原因啊 我还挺喜欢曹瑞的 我觉得弹轩水平是最高的 但是看打牌 但是看曹瑞打牌会更舒服一些啊 打牌比较快比较随意 那种轻松协议啊 有点那种什么侠客 什么那种 有点乔风那个意味啊 但有点形象上就是那种 感觉上不是 但是都是那种飘逸 潇洒的行为啊 那种样式的牌风 还是摊手牌吧 这个牌面就将7发出来 这牌面说复杂不复杂 说不复杂 有点复杂似的 这牌也没有打一枪啊 其实他转牌可以打一枪啊 其实他转牌可以打一枪啊 应该是 对8这里边要下阻止住吗 对 哦他是顺的 我的我的 这是短牌啊 这短牌第一张8是顺的 要是打价值想 没准人能打到艾维的价值 但艾维会不会尻吧 看这里边下住下多少啊 下8万下的不大是吧 这个价值下住 哦 草瑞起个race啊 草瑞觉得都在过牌是吧 都在过牌 没有大牌啊 那对方手里边真有拔 就尻了是吧 草瑞直接借了他 go kill 草瑞又是看都在check是吧 check到最后 应该是check到最后吧 觉得你没有牌啊 下个8万又下个阻止是吧 草瑞想他打造什么对齐啊 比如甚至一张A啊 想打造这样的牌啊 这手牌摘他赢了28%的筹码 筹码量来到了183万73个anti 像7070多个anti 这种筹码量其实 就舒服不少啊 比50个anti感觉舒服不少 你能轻松的看看牌是吧 有时候操作的空间也有一些啊 90 现在曹瑞 不是 谈宣应该是第二段的筹码了 A7会玩吗 应该弃掉啊 以Jackson呢 咱目前对他的了解啊 曹瑞应该会考 哦 这四人底持啊 其实对四个人的牌还都不错 整体而言其实曹瑞这牌算差的 他这个翻牌还不错 有张K 曹瑞现在是最好的牌啊 谈宣这牌也像偷鸡嘛 这最差的这中张9 有后门通花的听牌啊 不是后门通花的出路啊 这不是听牌 又是出路 再发张方片 比如Q 对他而言最好啊 谈宣玩牌推浪了吧 这就开始 因为他的筹码量太少了 对他而言 这个牌就放弃这个笔石了 那样的 又是曹瑞 曹瑞对谈宣了 哦 这张Q发出来了 两个人都是90勾圈K的顺子 这张Q还是帮助了谈宣的 谈宣这牌其实 其实很难打到 四人抵持 谈宣这个行为 说实在有点有点 有点 非常浪漫 曹瑞应该曹瑞会call啊 曹瑞他有点会担心要变是A10这样的牌 但是应该最后虽然会担心还是会call的 而且这里边他会领 也会领先一些牌啊 有一些买牌 比如方片 10Q 比如方片什么的 一些买牌啊 把两个人平分抵持是吧 这种牌谈宣运气还不错哦 发出一张Q 发出这个卡顺 我是觉得谈宣的筹码量太少了 你知道吗 这么做真的是一个非常冒险的行为啊 谈宣现在筹码量其实虽然少 但是还能等等好牌头 但是谈宣也是排风就比较凶啊 他认为他这个牌有机会啊 有一些筹码的问题吗 有一些筹码的问题吗 上手牌主要是四人抵持你知道吧 我觉得谈宣这样的牌怎么做还是 还是挺浪的啊 四人抵持在最差的位置 谈宣这个衣服还是挺有中国风的啊 是个水墨的是吧 那种的 感觉啊 对六 这个牌还是挺吉利的 应该会尻啊 这牌应该不会气啊 因为他们毕竟是个七人桌 七人桌的短牌赛 哦 要骑瑞斯了啊 曹瑞这个人骑瑞斯就 拿到大牌就有隐蔽性 坦旋这牌没有必要玩啊 余总也应该要气掉 这里边直接抢下这个底车啊 堆六不玩就没有人玩了 就10K肯定是不会玩的 曹瑞亮出他的AK吧 曹瑞这个人好像是拿到好牌 他会亮啊 玩意儿牌不好 他一般不太亮 好像是这样啊 现在能让别人觉得他的瑞斯 能让别人觉得他的瑞斯 都会牌比较好啊 因为他喜欢瑞斯嘛 他总亮好牌 他这么的也有毛病啊 就是你不亮牌的时候 别人就知道你这个牌力不太强 可能曹瑞还是他比较随意啊 他会稍微偏向于爱亮好牌这种 这种啊 哦 这手牌曹瑞又拿了一手不错的牌 又起瑞斯 25万 艾维直接弃掉 有没有能和曹瑞一战的牌 哦 这把曹瑞有点 这把曹瑞有点背啊 那两个人抽马挺深的 我觉得库文这个牌还是正常的 他就起个75万的瑞斯是吧 80万加的瑞斯 就是因为打翻白后也挺好的 那他们会起的大一点啊 那我觉得这个目的 这么起瑞斯又挺好的 因为曹瑞的筹码也是挺深的啊 如果真的打到奥链是吧 哦 他尻了 我觉得库文好像是 哦 尻了 其实我觉得他起个75万加的瑞斯 还挺好的 因为曹瑞的瑞斯频率也真的是有点高了 一张六没影响啊 对对 余总有影响啊 余总还有 有张六了 那我九六更不能 更不用玩了 我 亮出一张六了呢 哦 有一张帽子 曹瑞没有只有这个在那儿偷啊 QQ这个时候 我也觉得偏向于过牌会好一点啊 这个时候如果曹瑞再过的话 QQ就会打 那这时候曹瑞也 哦 曹瑞也没有打 那QQ这个时候需要下个柱啊 哦 不下吗 还是 酷文求稳 合牌我觉得会下柱啊 合牌没有必要过啊 曹瑞不像有大牌的样子 可以下个20万这样的柱 打尔价值是吧 他在想曹瑞会不会瑞斯他 因为 酷文可能有点 我下个重柱 其实下重柱更好 下轻柱可能有点 海力暴露的会比较明显啊 下重柱 下重柱会让牌 牌的范围更极端一些啊 更像偷鸡 曹瑞什么都没有啊 直接把A钩弃掉